警方陪同穿着紫色背心的执行署人员 来到一处简陋的民宅 男屋主右手插着口袋 看到他们的到来似乎心里有数 这名75岁的男子是艺人陈廷尼的父亲 曾经是彰化冷冻肉品公司的负责人 但是他从2006年起累计欠税418万元 25号当天执行署人员找到他在台中 和平的住处看看他有什么想法 陈信男子一脸无奈 因为他无力分期付款也找不到担保人 陈信男子双手一摊乖乖配合侦办 他被带到执行署办公室的时候 再次被问还款计划是什么 他摇摇头这么说 陈信男子的公司已经换人经营 只剩存款两万多元 以及一辆老旧的车辆 执行官发现他明明有能力缴款 却故意不缴纳 陈信负责人将公司的财产 把他掏空脱产 而且将公司存款有提领 那我们认定他有针对这个公司 因供强益执行的财产有脱产的情势 所以我们有申请这个法院来管收 台中高分院法官认为 陈信男子有脱产的事实 而且没有管收的话 没有办法达到公权力执行的目的 选与裁定管收三个月 华世新闻林建坊张春风谢中意 彰化报道